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红色惠州深度揭秘东征军攻克惠州拳击时,说到惠州市区的红色景点,似乎绕来绕去,总是离不开东征。 二字,比如之前介绍的,中山公园,飞蛾岭,都市巷十三号,当然还有没来得及介绍的,比如位于惠州大桥南桥头的黄浦军官学校,东征镇王烈士纪念碑,比如位于风山附近的陈炯明史料管不过东征,这个词虽然大部分的惠州人都耳熟能详,但具体说的是什么不少人依然是一头雾水。 所以呢,接下来又到了我讲故事的时间了故事,要从1917年开始,说起这时,大清朝已经灭亡五年了想当皇帝没当成的袁世凯,也已经死去一年了,但还是偏偏有想着恢复军,主治做着恢复大清梦的人,这个人,就是张勋。 1917年7月,趁北洋政府府院之争,知机张勋的辩子军北上京城,把溥仪重新推上了皇帝宝座,当然在仅仅12天后他们就被赶出了北京城考拔张勋的段祺瑞军队,把张勋赶走的是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 段祺瑞在恢复北洋政府,并出任总理后,却拒绝恢复民国初期制定的临时约法,这就使得孙中山南下广州另立护法军政府,并相继开展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护法运动。 然而都以失败告终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23年屡外屡战的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而这时孙中山的目光,则盯上了刚成立没多久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三大决定。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打倒军阀统一全国的共同愿望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选择了走到一起,1924年国共地,一次合作局面正式建立。 而为了这一伟大理想,首先要对付的,便是割据广东东部根据,立在惠州的军阀陈炯明了,为统一广东顺利北伐。 1925年,1月革命政府发布东征宣言,东征联军正式建立杨西敏任总司令,2月第一次东征,开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东征军使,如破竹很快消灭了陈炯明的主力,但好景不长6月杨西敏,刘振环在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回师镇压陈炯明,趁机重新占据东江流域。 这就使得国民政府在10月的时候不得,不发动第二次东征10月1日东征军开始从广州出发,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军队则被编为三路纵队,采取中间突破,指导惠州的方针,向惠州进发但惠州城,可不是这么好,打的东西,北三面环水东江,西湖,不说南面还有飞蛾岭,作为屏障,当时还有坚固的城墙。 作为堡垒时称东江所越,南方第一兼城,在一千多年的日子里,从未失守过而敌军主将杨坤,如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将惠州城门用大事封死,只留下了东门,欠东新桥西桥头,开放并在江面架设浮桥,作为日后逃跑的退路。 杨坤如及当时的惠州城墙,10月11日东征军先占领了惠州城郊,顺利扫荡外围之敌的同时,占据了飞蛾岭这个至高地形,成了对惠州的包围圈。 10月13日93时分队毁,州的总攻正式开始,按照预定的计划北门朝经门是重点进攻对象至14时许在连,去的炮击下北门城楼被摧毁步兵开始发动冲锋,然而在为被炮火摧毁的敌军机枪扫,设下东征军伤亡惨重,并迟迟苦法登城。 17时30时分,不得不放弃进攻当日进攻失败后蒋介石曾想放弃进攻惠州改攻海陆峰,但周恩来坚决主张攻打惠州,最终蒋介石被说服,左、周恩来右、蒋介石10月14日14时,按照预先部署总攻,开始主攻方向仍是北门而此时,东征军抓到了敌方的一名侦察人员,得知了敌军在北门城楼上隐蔽机枪的, 为止东征军在轰掉机枪后,很快又将北门炸开一个缺口,数百名奋勇队员使用足踢翻爬成墙与此同时,西门平湖门也被攻克杨坤,如不得不从东门逃走至17时30分会,周诚被攻克东征军共坚敌2000余人,其中俘虏敌人1500余人,而东征军也伤亡近1000人被攻陷的朝经门。 10月16日,东征军官兵于中山公园集会悼念在此次战斗中阵,王的将士们号称东江索月,得惠州被攻下极大的鼓舞了东征军的士气,也为日后的北法战争,奠定了尖石基础弹。 是唯一可惜的是,曾经保累了惠州500多年的城墙,因为阻碍交通从这时起开始逐步被拆除。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来源,会由会玩唐松转载著名。